現時全港有多個社區隔離設施 包括被確診者可考慮入住 不過隨著疫情的確診數字慢慢下降 亦不再界定密切接觸者、確診者都可以居家隔離等等 報道提到入住隔離設施的人數估計大減 我們亦問保安局 目前運作的社區隔離設施 包括竹高灣第一至第六期 另外還有一間社區隔離酒店 一共提供大約9000個單位 就說特區政府因應疫情發展 適當調配資源及使用不同的設施 包括正處於備用狀態的設施等等 這是保安局的回復 究竟這些社區隔離設施 在這個時候是否適合轉做其他用途 一直都有些討論 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聊 聽說經文聯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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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偉國 剛才提到 現在社區隔離設施真的運作有兩個 你自己怎麼看這些隔離設施應該怎樣用下去呢 在這個階段是否可以或適合變成其他用途呢 我覺得隨著現在通關又一路路復常 先前大家也有擔心 當那個人流過關增加的話 會不會對於這個疫情又有新的壓力呢 但是事實上這一個星期多一點以來 就看到香港確診的人數就不升反跌 昨天都是說四千多 也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的社區隔離設施 這些的確看不到有大量要重啟的機會 那麼其中一個用處呢 怎樣怎樣 在一個起碼幾年間 可以用得到好就不會 不會差異都解決到我們社會上的問題 就是說是青年宿舍了 那麼當然除了青年宿舍 包括作為這個過渡性房屋 甚至如果你再將這些設施再升加一些 作為一些簡約公屋又行不行呢 那麼我其實在立法會的不同的事務委員會上面 都有提出這些建議的 那麼其中就是文青局就來立法會講 他們就想拿10億就做這個青年宿舍計劃 那麼這個計劃是怎樣呢 就叫酒店就拿些房間出來 那麼當時就不是說一個酒店幾間房 那麼可能比較是 差不多是整個酒店都能夠再用途之類 那麼當時都有議員提出的了 那麼這個計劃呢 我們不會不支持 但是有沒有這個B計劃呢 就是說假如那些酒店參與度低又怎樣呢 那麼那時候我就說 我建議一個B計劃就是利用這些隔離的設施 其中我覺得最適合的其實就是啟德那個 因為啟德是有2700個單位的 其實它容納到五天 就是說其中有一個單位呢就是 兩夫婦小家庭都對的 嗯 而且呢是啟德是 是就近賺錢的地方嘛 是嗎 就是啟德啊 九龍灣啊 觀塘啊 這樣 那麼青年就業的地方呢 就是 都比較多的 嗯 所以這個呢就是 我覺得呢 絕對可以作為這個B計劃 而且是一個很具邏輯性的嘛 當你呢就是 威珍是個社會復償經濟復償 旅業復償 那麼酒店呢 參與這個計劃的誘因就小了 嗯 那麼現在也都同樣的情況呢 自然就是隔離的檢驗措施 是再重啟的機用的機會又低了 那就是適合了 嗯 所以我就說 甚至不是B計劃 這個簡直可以作為A計劃 OK 但我甚至除了啟德之外 因為都還有很多其他的社區隔離設施 有些 譬如先在築高灣 還在運作著 有些是新田 港珠澳大橋 在洪水橋等等 這些的設施又適不適合呢 即他們就未必是啟德在這麼 市區中心的一個位置 這些社區隔離設施適不適合 好像你所說 變成一個青年宿舍 或者是簡約公屋等等 其實呢就 就算現在的簡約公屋 或者是計劃之中的 就是一些過渡性防谷 這樣 其實都不是全部 能夠有這麼好的地段 但是不同的地段 可能都會適合到 某一些市民 是吧 譬如你說 如果說 去到築高灣這樣 那他可能就 上班上學就不太方便了 但是其他有些地段來說 都不算是太過隔涉的 嗯 所以如果你說 要考慮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就算現在 政府建議中 私之中的簡約公屋的那個 地段呢 都不是說十分理想的 所以呢 我就覺得你都可以 多幾個地方考慮 就不只是看得到 那其他 其他 不同的地段呢 其實就是 都可以 拿出來做這樣的用途 嗯 那現在的關鍵呢 就是現在政府最頭赤呢 就是 建這個 公屋的計劃 十年計劃呢 政府就說 已經穩夠 足夠的土地了 那中呢 就是 頭輕尾重 嗯 那現在呢 就是他又將這些簡約公屋的計劃啊 過渡性房屋啊 那加加起來 去剃下去呢 就說 頭五年呢 都會 增加了的了 甚至 都可以 滾到去 計劃的一半這樣 嗯 但是我覺得 就是應該 就是多條腿的走路的 而且呢 這些隔離的設施呢 就 你說 一下子呢 全部 拆掉了 似乎又真是 未必是 適合 嗯 那如果他還有 就是幾年的時間呢 可以利用的 你譬如看這個地段 我相信長遠呢 他都有發展的用途 但是正正有幾年的 這個空檔期 那這些設施呢 已經建好了 那其實呢 就是 你加少少錢呢 就將它可以 提升到呢 就是適合 這個中原宿舍 OK 何況呢 因為政府呢 都希望 這中原宿舍呢 不是單是住 都可以有一些呢 是 給他們精聯一些 群體活動啊 各方面 那其實呢 就用這樣的設施 是最適合的 你多做幾個貨櫃呢 就可以做一個 某一個的活動中心 那兩個貨櫃呢 亦都可以作為一個 是 興趣小組 是吧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可行的 陸偉國剛才提到地點那裡 你都說 現在一些簡約公屋 可能選址都未必是很近市區 有些在新界比較遠的地方 不過特首提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一些隔離設施 都是一個應急的設施 輕建的標準 都是達到過度危機的標準 如果用來長期居住 就要做更加多的工程 或者改裝 包括電力啊 或者要駁一些煤氣喉等等 這些要改裝可能也都未必那麼容易 你的看法又怎樣 其實如果你說 只是以啟則來看 其實我覺得它那個建築的質素 是絕對不差的 正如我這麼說 它都有些是四層高的 有升降機的 有獨立的洗手間廁所的 其實他們用這個組裝合成法 建築的時間 都是去到一個挺好的水平的 所以你說作為幾年的用途 我就不覺得它是不適合 如果你說在設施上再提升 其實你這方面 你扔下去的錢 就真的不會很多 絕對不 不需要說要幾十萬 一個去升價 因為如果說 租酒店來做天然宿舍 其實房間也不可以煮食 住在酒店房間 還有住在貨櫃形式的一個單位 本身也有空調等等 我就不認為這個會差得過 所以我覺得 從這個工程設計上 從這個經濟效益上 我認為是絕對想得過的 好的 謝謝盧偉國跟你談到這裡 盧偉國是經文聯工程界立法會議員 說到一些社區隔離設施 如果要轉用途 他的想法 包括他提到一些短期的房屋用途